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旁经是指哪些 和次经之文献之间的关系 旁经和次经是一回事 这个课程已经讲了 我们就越过去 没听课吗 旁经这个目录 我已经给大家罗列出来了 古代教父的著作能称得上经吗 当然你自己问这个问题 肯定是你认为经 它有它的定义对不对 没有人把古代教父的作品称为经 这种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没事不要制造问题 古代教父的作品就行了 不必要非得考虑它称不称经 没有人称它为经 但是他们的作品 很多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古典 或者是经典 但是他称它为经典 不是称它为经典 那个经典不是那个经典 好 是